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分享长寿花 这一盆长寿花是之前到花卉市场购买回来的 买回来的时候都已经开了非常多花 但是呢,不仪没有时间给它换盆换土 也没有给它进行修剪 放在一个通风的环境,养护 那么这个长寿花呢,大概也有20来天了 一直都没有给它修剪 还有就是没有给它换过盆土 这个土球呢,非常干燥 买回来的第一天呢,就马上给它试用一些杀菌药 就是这种大森猛心 给它喷洒整个蜘蛛进行杀菌 在它丢屑的时候,这个花梗它也不会腐烂 也不会出现黑色的 所以呢,我们买回来的时候给它进行杀菌 也是不错的 这个花梗都没有出现发黑或者是腐烂的现象 而且呢,底部上的这些叶片呢 几乎上也没有出现花黄啊,或者是焦黑的现象 那么这些开拜之后呢,我们就要把它修剪掉 之后呢,再给它重新上过盆土 剪刀呢,一定要消毒过 也要比较锋利的剪刀 这样的话,对它这个伤口愈合的比较好 剪的时候,这个花梗上来两对叶子就够了 还有底部的这些大叶片,我们也要把它修剪掉 能使这个根部更加通风透气 不容易允许一些病虫害发生 像底部的这些叶片没有病害的话 我们可以用来再次防止扦插 这样的话,就一盆遍多盆了 我们只要把这个伤口晾干晾透了 再进行扦插 修剪掉的这些伤口比较多 而且呢,它又是弱剂的 我们就要做好杀精工作 就是给它喷湿一点,带生冷心 给它在脊柱表面 那么这个脊柱就会形成一层保护膜 保护整个脊柱,不被一些续菌感染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下期跟大家分享 我们如何配土 如何上盆给长寿花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